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图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程序员修炼之道这本书 好,我们现在开始 消除过程 在大多数项目中 你调试的代码可能是你和你团队的其他成员编写的应用代码 第三方产品 数据库 连接信 图形库 专用通信或算法等等 以及平台环境 操作系统 系统库 编译器的混合物 Bug有可能存在于OS 编译器或是第三方产品中 但这不应该是你的第一想法 有大得多的可能性是 Bug存在于正在开发的应用代码中 与假定库本身出了问题相比 假定应用代码对库的调用不正确 通常更有好处 即使问题确实应归于第三方 在提交Bug报告之前 你也必须先消除你的代码中的Bug 我们参加过一个项目的开发 有位高级工程师确信 Select系统 调用在Solaris上有问题 再多的劝说或逻辑 也无法改变它的想法 这台机器上的所有其他网络应用 都工作良好 这一事实也一样无济于事 它花了输出时间 编写绕开这一问题的代码 因为某种奇怪的原因 却好像并没有解决问题 当最后被迫坐下来 阅读关于Select的文档时 它在几分钟之内 就发现并纠正了问题 现在每当有人开始 因为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故障 而抱怨系统时 我们就会使用Select没有问题 Select没有问题 作为温和的提醒 Select isn't broken Select没有问题 记住 如果你看到马蹄印 不要 如果你看到马蹄印 要想到马 而不是斑马 OS很可能没有问题 数据库也很可能情况良好 如果你只改动了一样东西 系统就停止了工作 那样东西很可能就需要对此负责 一直 那样东西很可能就需要对此负责 直接的或间接的 不管那看起来有多牵强 有时被动的东西在你的控制之外 OS的新版本 编译器 数据库或是其他第三方软件 都可能会毁坏先前的正确代码 可能会出现新的bug 你先前已绕开的bug 你先前已绕开的bug 得到了修正 却破坏了用于绕开它的代码 API变了功能变了 简而言之 这是全新的球赛 你必须在这些新的条件下重新测试系统 所以在考虑升级时要紧盯着进度表 你可能会想等到下一次发布之后再升级 但是如果没有显而易见的地方让你着手查看 你总是可以依靠好用的老师二分查找 看症状是否出现在代码中的两个远端之一 然后看中间 如果问题出现了 则臭虫位于起点与终点之间 否则它就在终点与终点这里的终 终点这里的终是终止的终 最终的终 它就在终点与终点之间 以这种方式 你可以让范围越来越小 直到最终确定问题所在 否则它就在终点与终点之间 以这种方式 你可以让范围越来越小 直到最终确定问题所在 造成惊讶的要素 在发现某个bug让你吃惊时 也许你在用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咕噜说 那不可能 你必须重新评估你确信不移的事实 在那个链表历程中 你知道它兼顾耐用 不可能是这个bug的原因 你是否测试了所有边界条件 另外一段代码你已经用了好几年 它不可能还有bug 可能吗 当然可能 某样东西出错时 你感到吃惊的程度 与你对正在运行的代码的信任 及信心成正比 这就是为什么 在面对让人吃惊的故障时 你必须意识到你的一个或更多的假设是错的 不要因为你知道 它能工作而轻易放过 与bug有牵连的历程或代码 证明它 用这些数据 这些边界条件 在这个语境中 用这些数据 这些边界条件 在这个语境中证明它 Don't assume it prove it 不要假定 要证明 当你遇到让人吃惊的bug时 除了只是修正它而外 你还需要确定 先前为什么没有找出这个故障 考虑你是否需要改进单元测试或其他测试 以让它们有能力找出这个故障 还有 如果bug是一些坏数据的结果 这些数据在造成爆发之前 传播通过了若干层面 看一看 在这些历程中进行更好的参数检查 是否能更早地隔离它 分别参见96页与97页的 关于早崩溃及断言的讨论 在你对其进行处理的同时 代码中是否有任何其他地方 容易受这同一个bug的影响 现在就是找出并修正它们的时机 确保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知道它是 你都知道它是否会再次发生 如果修正这个bug需要很长时间 问问你自己为什么 你是否可以做点什么 让下一次修正这个bug变得更容易 也许你可以内建更好的测试挂钩 或是编写日志文件分析器 最后如果bug是某人的错误假定的结果 与整个团队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有误解 那么许多人可能也有 去做所有这些事情 下一次你就将很有希望不再吃惊 好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